大家好 我是陳大偉 今天是5月14日 我在生命安全工作室學了 如何用我們的語言表達一些意思 早幾天聽李鴻通先生說的 就是明天或者是意外 不知道哪一件事先來 但是我們所可以擁有就是現在 我想請大家珍惜你眼前的人事物 因為這件事是很寶貴的 明天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過去就已經過去了 請珍惜眼前的人、市民 多謝各位 請多謝各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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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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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